本短片为观影后的钟雷心得 可能有很多剧透的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传说是今年最夯的韩片与神同行 在2017年的最伟八语新的一年 最一开始之际 这里也要来跟着大家疯一下 一起跟着WU来看看这部片 有什么特别的吧 最近其实有一点忙的一个状况 但是大家都在问这部片 所以想想还是挪一些时间出来 来补幻一下这部名作的一些相关心得 不过也谈一些比较特别的 会留一些电影与漫画援助之间的比较 首先这部电影其实是改编 是韩国的一部同名漫画 作者是周浩明 最早是在2011年 在韩国网络漫画平台webtoon开始连载 短短的两年之内拿下了不少奖项的肯定 人气也一直居高不下 然后就这样拍成电影啦 而看在这里 漫画的风格可以了解原本 其实是有一种喜感的幽默哟 也就是这样 所以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电影里面常常会穿插一些搞笑的对话啦 不过电影的改派与漫画之间 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的介绍也将会是以电影为主 漫画为福 电影故事开始其实一点也不啰嗦 就是直接交代了男主角 车来炫饰演的金志鸿 一位应有的消防队员 在场任务中在大楼火场 拯救一个小女孩 但却不幸坠楼殉职的过程 而接着就看到这位金大哥 灵魂出鞘 阴间使者紧接着就前来接送我们的男主角了 其实漫画的故事本来就已经很有戏了 但这个剧情为了让故事更紧张刺激 更好看 更曲折离奇的 所以做了非常多的改变 将漫画的第一部神的审判整个大修改 虽然大致上的精神是保留的 但是角色人物大整合剧情也都重编过了 这里来提出几点基本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 店里面的主角金志鸿改编成一个正职又尽责的消防队员 而原本漫画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公司上班族 是因为工作喝酒然后过劳而死的 第二 三位应接使者 队长江灵公子护卫解院麦与驻守李德春 除了是借从死者到出军门之外 店里面也整变成是负责诉讼案件的律师角色 而原本漫画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神一般的律师 陈继涵 第三 为了加强整体的戏剧效果 金大哥把他设定成难得一见的模范死者 而他还有一个当兵的弟弟金秀红 后面则是会变成店里面的另外一条故事线 不过这个在漫画里面当兵的是另外一个叫刘晨燕 而他们两个想当然不会是兄弟啦 第一 由前面三点往后发展出来的剧情 也演化了成电影与漫画差距的变大 不过呢 电影中金大哥地狱的审判 与金小弟人间的逃窜 还是有符合漫画原本的精神就是 现在看一下金大哥在地狱的审判过程吧 为了强调三位阴间使者积极帮金大哥的合理性 设定了一个他们与炎龙王的协定 在一千年内隐度十九个灵魂转世 他们自身也能够转世为人 而金志鸿就是他们经手的第四十八位贵人 漫画是根据民间习俗说的地狱一样 原本是有十王审判的设定的 但是电影里面简化便只提到了十九天完成七场审判 七场审判数据也是有所不同 而是九天其实就是习俗说的王者在过世之后 根据每七天的周期要进行七个礼拜的祭祀过程 像所谓的头期就是在过世后第一个七天进行的祭祀 店里面金大哥的审判过程顺序是这样子的 分别针对了谋杀、懒惰、谎言、不义、背叛、暴力与不孝的部分来进行 像第一个审判是在火烫地狱 是由变成王针对了谋杀的部分来审判 而变成王也可以称为变成王 第二个是在瀑布下的石墨惩罚地狱 是由楚江王来审判懒惰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一个人一生是否勤劳来做一个审判 第三个是通过到处都是刀剑树林的地狱之后 由太山王针对谎言的部分进行审判 第四个是通过冰雪山谷的地狱 由五官王针对不义的部分进行审判 第五个是通过孽禁审判的地狱 由宋帝王针对是否有背叛的行为进行审判 第六个是通过一个巨石堆真空下罪的地狱 由秦国王针对是否有暴力的部分进行审判 第七个是通过了一个大沙漠的地狱 由盐罗王针对天伦的部分进行审判 是最后来审视一个人对待父母的各种行为 在审判的过程以及前往不同地狱的旅程上 其实就也是以插序的手法来交代了金大哥的生平 由于身体是一个建议有为做人正直的英雄 所以有好几关地狱是不用审判直接通过的 但也有一些是安排了曲折的诉讼过程 像是在楚江王的部分就因为金大哥多嘴 差一点就被放水流到瀑布底下去 而随着每一关的审判过程 其实也展现出来越来越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内幕 这些内幕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具有争议性 另一方面由于电影把原本漫画中冤魂故事线的 冤死鬼与金大哥连结成兄弟 所以漫画中冤魂的老母当然也就变成金大哥的老母 并且强化了冤魂的作乱影响力 将其演化成在人间作怪之外 也影响了地狱正常的运作以及金大哥审判的过程 虽然由这里电影的故事线也分出了两条 姐妹德春带着金大哥继续走审判的过程 而队长江灵公使则是吓到人间去调查金小弟的冤情 在金小弟冤情的部分是即将退伍的金小弟 再次战畅时不幸被另一个关怀兵袁东岩开枪打伤 但是他的长官为了自己的前途 没有查清楚金小弟是否已经死透的状况之下 就将他拖到深山中埋掉造成了金小弟的冤死 所以不甘心的金小弟变成了厉鬼到处逃窜 并企图想要找机会报仇 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电影把两个故事中的死者设定为兄弟 所以对他们老母而言就是变成一个双倍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悲剧效果 在短时间之内痛失了两格子 而电影故事的后半段慢慢地推向了一波波的高潮 剧情集中在这一下伤口所有不堪的悲伤过往也彻底颠覆了金大哥最后的审判 这部由漫画改编的雨晨同情 其实电影里面的演员安排是相当有趣的 三位阶持者其实还蛮符合漫画给人的感觉 尤其是金小姐饰演的德春有那一种单纯老实与善良的种种特质 而这与饰演的江林公子与朱志青饰演的姐运麦 在动画特效的加持下更是展现了更多酷炫的打斗音质 而三个人帮助金大哥打官司的部分 则是呈现了与漫画不同团队合作的诉讼过程 虽然卷饰演的金之虹其实与漫画已经完全不一样的形象了 不过由于虽然卷本身给人的印象 反而是更胜于漫画里面普通的上班族 这述造出一个相当正义形象又憨厚的模范实责 而其他像是地狱的各大王检察官等等的也是相当有特色 加上过程剧情影音特效的配合 打造出比漫画更具震撼效果 各种劝人为善的地狱奇幻场景 而在下一通一刻之后将要来介绍最后的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不定或是想保留一点神秘感的人 建议可以看到这里就好啰 金大哥在地狱最后两关的审判是揭露了他在小时候对弟弟暴力相向 以及曾经企图想要杀死他并中老母的过去 而这些真相对他的审判是极为不利 几乎是无法被反驳的一个事实 另一方面金妈妈因为不相信军方告知金小弟是逃平 前来军医想要讨一个公道 但是却遭到长官的阻拦驱离 而江林公子刚好压着刚抓到了金小弟冤魂经过 所以这些冲突就引发了冤魂爆发了一场不可收拾的大风暴 不过后来却也由于考量到老哥在地狱的审判才慢慢的冷静了下来 然后江林公子接着幼稽也是体谅了金小弟 给他一次托梦的机会向老母说再见 而在梦中老母开口说出了百般的不舍 并且也原谅了金大哥在当年艰辛日子里面的一些善意欺骗 以及想要杀害他的行为 所以说呢一家这样大和解的行为感动了天地 就连炎王也大为动容 最后还是判给了金大哥重新投胎做人的机会 上日组也终于善终了第48个贵人的诉讼案 整点说这部电影就如大家所说的 关于他们一家人不幸的遭遇与种种的过程 勇于承担过错与放下心结的真心谅解 后面剧情是真的十分感人与催泪的 加上了种种确认为善的剧情是还蛮值得大家去观赏的 不过呢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漫画原本的安排 原著漫画故事比较单纯明确 电影的剧情安排老实说有一点点刻意 为了强调赶人的故事硬是把两条过程线扯在一起 而且要来吐槽一下金小弟冤魂导乱的部分 真的有点太过分的夸张了 人间地狱可以这样被他搞得乱七八糟的 那我在看后半段时真的大大的出息 电影的最后满有伏笔 使者三人组直接要送金小弟到天龙地狱的部分 是他们第49位贵人 也是宣告了后面剧情电影在2018年就要登场哦 而在这集里面剪破烂的老爷爷与小男孩 其实在剧情里面可能会占得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漫画里面的第二部 杨坚的神 就是要来说说他们家里面的家神 除神与变锁神的故事哦 以上就是我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子哦 拜